各位早上好 我作为这一节的主持人 我也宣布我们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么大家如果关注中国的发展的话 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越来越关注 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像刚才朱大使提到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的现实 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速会逐渐的下来 同时呢但是它的增速呢也并不是非常的低 刚才大使说的呢达到了5.5%的增长 同时呢希望通过消费来拉动这个经济的增长 那么大家也知道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实现更多的这种资本的出口 因为中国的呢 对于美国这个战券的吸引力来说呢 越来越低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转型当中呢 中国的这个体量 经济的体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展呢 也是情况也是非常喜人的 而且也让 给我们带来很多信心 同时呢 巴西的这样的整个的经济的 这个能源的结构呢 是非常清洁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呢 是越来越多的 而且我们同中国的关系 也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认为 那中巴两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关系是会越来越大的 有越来越大的发展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全新的世界当中呢 把这个进一步强化 这样的一个投资啊 和新工业化 以及能源外包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这里面呢 我想请我们各位呢 介绍一下 什么叫进行外包啊 什么叫能源外包啊 这样的一些 全球好像当前比较 提的比较多的这个议题 请您呢 请各位呢 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也想请您介绍一下 中巴西到底应该怎么参与其中 谢谢大使先生 谢谢您的问题 也感谢对我的邀请 同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 今天的这个参与 我们这个专题交流的 也都是呢 重量级的人士 对这个议题呢 非常的了解 那么我们从拉美 开发银行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也一直在 从事这种 power sourcing 能源外包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也 主要想介绍一下 中巴两国之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参与的情况 那么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能源的 外包呢 也就是说 希望通过 这个能源 这个能源的生产 提供一些全新的能源的供应 并且帮助 当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以确保 这个 能源的安全 也确保能源的 这个转型和 降低能源的价格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呢 巴西的这个能源结构 是非常绿色的 而且非常安全的 而且相对比较便宜的 那么巴西的 巴西的这个 电力的供应呢 是85%来自清洁能源 这是超过了 G20的这个平均的水平 而且呢 它也是我们供电的 这样的 已经供入到电网的 这样的一个 比例 这也不是说 常见的一个情况 那么 在这里我们也 谈到的主要就是呢 水力的发电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的成本相当于 比较低的 同时呢 巴西在 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呢 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 这些 领域呢 我们也希望进一步 推动巴西 绿色清能的这样的一个 生产和发展 那么 在 全球的范围当中呢 我们也 有了这样的一个 能源外包的问题 这其中包括三个 呃 方向 首先呢 就是 绿色的 另外呢 它需要有一个 出口的这个港口 另外呢 还有工业的生产 这样三个层面 巴西呢 其实呢 在这方面都已经存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元素了 巴西呢 已经满足了这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需求 而且呢 已经存在类似的这种投资 呃 那么 在哪些方面呢 呃 会更好的受益呢 不仅是 呃 直接的 这种呃 与能源相关的这种价值链上的企业 另外呢 还有一些行业 就是说 在 更广泛的这个 概念上面的这样的参与 能源外包的行业 那么 包括水 资源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这也是我们 新工业的一个 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另外还有巴西的这种 重要的一些矿产资源 呃 其中呢 巴西在有一些 呃 矿产上面呢 是全球的储量最高的 还有 就是碳市场 还有就是 森林资源等等 呃 另外呢 就是 食品农业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 巴西呢 它是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的 而且它的 在这个环境的 呃 竞争力上面的来说呢 可能是全球绝无仅有的 中 巴西呢 对于全球来说呢 我们提供三个非常重要的 呃 产品 呃 首先呢 就是在全球范围当中呢 进行减碳的这样的一些 一个能力 那么 呃 呃 呃 传统的这个 呃 电力生产上面呢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碳排放 那么这是 需要通过呃 森林来进行探底场的 另外呢 就是 一个更加合理的 更加均平的 呃 绿色转型 这都是 呃 联合国以及OECD这样的一些机构呢 非常推崇的一个理念 第三方面呢 就是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呃 我 相信在这方面呢 三方面呢 呃 呃 这些 小型 猪小型的企业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谢谢 非常棒 达圈恩的女士 巴西 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在这个新工业化中 以及 与中国的参与 在这个新的工业化 新工业化 是由我们的副总统 还有我们的部长 奥尔克明来领导 一个呢 主要几个概念 一个是可持续发展 创 第二个是创新 数字化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重要的支撑 呃 来说的话 我就可以说 中巴企业家委员会呢 之前发布的这个报告呢 就一直在说 可持续发展和科技 呃 呃 将会是未来 呃 中巴合作的两个重点 中国在巴西的投资 关注着这个可持续发展 还有这个科技 呃 跟巴西的呃 这个目的呢 是相似的 还有我们看到 之前的另外一份报告 中资企业在巴西的投资 近期我们看到这些项目 很大的 的部分呢 呃 是在当地生产 金额呢 不是很大 可是这个项目的数量非常大 比如说 有纺织业 设备 材料 医疗设备等 汽车 电动车 有很多的 这是生产 生产投资 推动巴西的这个工业化 也有呢 呃 基础设施的投资 呃 巴西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 当我们说基础设施 我们就说电力 电力是基础设施很重要的一点 讯息 通讯 也是基础设施重要的领域 中国 是巴西重要的合作伙伴 也会继续成为 也会继续成为 巴西重要的合作伙伴 因为 呃 两个国家的这个 利益和兴趣呢 是走在一起的 加速增长计划 是巴西已经设定了 哪一些是终点项目 中国的合作伙伴 自然的会是 中国将会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也这边想强调 4.0公元化 强调与中国的这个合作 让巴西有这个跃升的可能 我作为外贸厅的厅长 我想说一下外贸 当我们说新工业化的时候 我们也要提到 与中国的外贸 当然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个2009年 一直以来 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每一年呢 都破纪录 现在呢 我们是已经要破10亿的 一个规模 年年都在跃升 那巴西的这个工业 也担心这个进口 都是在整个大局面里 不能够忽略 所以当我们 在讨论和思考 中巴的未来的关系 我想 我可以说 投资 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一个 新的工业化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工业化 一个创新的 工业化的一个投资 多谢 古斯大夫 现在我找你 我问你 因为我们在这个讨论的逻辑呢 我下个问题想问你 可持续发展 科技 是新工业化的要素 淡水河谷公司呢 它是采矿的 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如何的看待 这两个议题 大师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问题 我也首先呢 想表示 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代表 大师河谷 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今年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年 也对于特别是我们 同中国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是重要的一年 因为今年呢 我们纪念我们 纪念我们同中国 贸易关系开展的 50周年 1973年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船的这个铁矿砂 运往中国 这比中巴两国之间建交的年份 那还要早一年 那么回答您的问题呢 我想说 我想回 在时间上呢 返回一些 回到当年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学的历史 我觉得 其实没有任何 其他的工业的行业 它是与 同 人类的发展 这么紧密联系的 比这个 我相信这个 矿业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部门 在 这样的一个 我们 人类历史上呢 有这个 青铜时代 有黄金时代 有铁器时代 等等 所以也就是说 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呢 这个采矿业 矿产品 它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有很多的 这个武器的制造啊 等等 人类最开始呢 可以进行狩猎啊 可以保证 他们的生计啊 等等 都是与这种 矿产品的开采 和使用 离不开的 同时之后呢 还有像 煤炭的开采啊 然后铁的生产等等 对于工业的革命来说呢 也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说来说去呢 都是说我们 人类的这个发展 同 矿业 采矿业是分不开的 所以他 可以说采矿业 可以是同我们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紧密相连的 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能源转型 低碳发展的这样过程当中呢 我相信也很 应该有这种采矿业的参与进来 积极的参与进来 也只有我们 这样的一个采矿业的 这样一个低碳的转型呢 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的低碳转型 这其中呢 能源的这个开采呢 不仅像传统的这个矿物呢 对我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 还有一些全新的重要的 稀有的这样的一些 矿产品的这种开发 对于我们新经济 新行业的这种发展呢 也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他们呢 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发展 也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淡水河谷的角度来看呢 我认为在这个转型呢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遇 我们的发展的战略当中呢 也是提出了低碳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战略 那么刚才也 我们也甚至提到呢 没有这个减排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也不会有我们淡水河谷的未来 在整个减排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也是全新新型这个工业化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 我相信它的作用呢 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90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国际化 这个全球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些高效生产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低成本生产的国家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也要更加重要考虑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低碳生产的减少碳足迹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要考虑到里面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巴西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结构呢 是清洁呢 我们整个在这个 在这个采矿业方面呢 也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那么巴黎协定呢 给我们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产业制定了减排的目标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承诺的这样的一些目标 和实际实现落实的目标中间呢 还是存在差异的 那么从 但是合国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也一直希望 寻找低碳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我们今天呢 同50多家企业呢 签署了这个量解备 网络 其中大部分呢 是钢铁企业 我们希望同他们一起合作呢 从全球的钢铁企业合作呢 进行这个低碳减排的这种转型 全球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污染的企业排放 太旁方企业呢 都是这个钢铁企业占全球排放的8%左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呢 对于我们来说 Valley的这个 但是合伙的碳 这个铁矿砂呢 我们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在这样的一个高耗能的产业当中呢 你的这个含量越高的话 你耗能就会越低 所以这也给我们淡水和股 带来很强的竞争力 另外一个因素呢 我想在之后 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 我们现在 公司的内部呢 有一个全新的钢铁行业解决方案的 这样的一个专门负责的副总呢 来负责这样的一个事务 希望给钢铁行业呢 提供全新的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呢 我们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低温的 这样的一个球团生产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它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说它是低温的这样的一个 去低温的去处理的话 冷处理的话呢 就可以降低碳的排放 可以达到 甚至至少10%的这样的一个 去碳减排的一个目标 我们呢 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些内容之外呢 我们也在寻求更多的合作的伙伴 来进行更多的技术的创新 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里面呢 我特别想强调两项同 阿苏港的一个合作 希望跟他们一起呢 寻求钢铁行业的低碳解决方案 其中呢比如说天然气的这种生产 通过这个天然气来替代焦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建降低碳排放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使用绿色氢能来进行市场 我们也同一家 刚才我也同我们的嘉宾交流当中呢 我们同一个瑞士典的企业合作呢 生产这个绿色的钢材 我们与他们呢 也签署了量解备忘录 他们也非常希望呢 进入到大西的市场当中 来利用绿色氢能的生产钢铁 再有呢就是我们同巴西石油公司 签署的一个合作备忘录 来寻求低碳减排的解决方案 但是合国呢 是最大的这个柴油的消费方 我们的所有的运输当中呢 使用柴油的数量达到10亿升左右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呢 在这个燃料方面呢 寻找非化石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 来降低我们的碳排放 所以通过这些呢 都是我们 但是合股呢 企业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减排的 这样一些工作呢 也希望带动巴西整体的低碳减排 谢谢 作为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行业呢 也在紧跟全球的新形势的这个发展 Edward呢 也请你介绍一下 港口行业呢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参与 刚才他也提到呢 港口的发展呢 也是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工业化呀 能源外包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感谢Karamuru大师 感谢同事 感谢Denise 阿苏呢 是一个新港口 明年呢 满十年开始运营 投入运营 所以跟周边的这些公司来比呢 就是比较年轻 还有同事的这些公司呢 与中国的这个合作呢 是长年的合作 我们就是一个新的港口 那我们是一个主要的呢 就是一个石油港口 天然气还有石油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重点 是来服务石油业 80%的石油出口 也通过阿苏港口 中海油 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公司 是中巴企业家委员会 中委会的一位成员 在我们阿苏港口呢 也有这个运营 第二点呢 是这个天然气 在阿苏港口里 我们是拉丁美洲最大的 这个苏牛港 液体天化气的这个厂 已经开始运营了 1300万兆瓦的一个产量 的发电量 现在正在建 第二个发电厂 二五年 投入运营 到时候呢 是达到三兆瓦的 这个发电量 让你们了解一下 这个规模 这个发电量呢 可以就是一个 圣保罗市 里约市 米纳市的这个首府 就是大城市的 那个用电规模 就港口后面的一个很大的工业区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在我们的这个董事会里面 讨论了什么是能源转型 因为我们的重要的产品呢 是期货 而且呢 我们这个期货呢 是传统的能源 在这个讨论中 我们与我们的这些公司一起 一起讨论 那我们有这个支撑呢 是哪几个 一个呢 是应对气候 港口 在世界各地 我们现在的这个 气候风险呢 越来越大 那个水声 风 现在有这个浪 都影响 我们的日常工作 所以 各地的港口 特别是这种枢纽港口 像我们的这种枢纽港口 要有这个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点呢 是这个机遇 能源转型呢 你可以 通过这个机遇的角度来看待 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就 有新的这个思考 因为港口呢 它是海跟陆地的一个转 我们说过渡其一个转型 一个 现代化的这个港口呢 它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港口 而且呢 还要有能力提供 这些可持续的方案 可以举个例子 二十四年开始 阿苏港口将提供 再生能源 给这些船舶 也就是说 靠搏在我们的码头的这些 港的船舶呢 它接上的这个店 是再生能源 是新能源 绿色能源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的港口 就会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来降低排放 而且呢 它在工业区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 非常好 Veronica 巴西的这个飞机制造公司 是高科技公司 多年 与中国合作 合作呢 有上有下的 在近一年来呢 现在你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各位 上号 谢谢大使先生 谢谢CBC呢 邀请我 参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 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呢 传递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我们 作为航空工业的企业呢 我们相信 对于 实现这个具体的目标 推动巴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呢 是具有重要的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 那么我们 也是 在寻求中国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 机会 然后进一步呢 实现双赢的结果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呢 在中国的 合作 对于中国合作呢 是从2000年开始呢 我们对中国呢 提交付了200多个 多架飞机 目前 今年我们 有85架飞机呢 支线飞机 在中国的运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于 中国的这个支线航空来说 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个 支线航空来说的发展呢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 其中也包括巴西本身的 支线航空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机会 我们希望呢 我们这边 我们 从巴西的角度来说呢 应该 采取更多的行动来 进一步的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市场当中去 那么 尽管受到 这个疫情的冲击 目前中国的这个航空运输呢 已经超过了美国呢 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运输的国家 刚才呢 我们另外一个发言人也提到了 基础设施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认为呢 我们希望进一步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中国的政府呢 也说到了 要开到2023年呢 开辟几十个新的机场 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应该呢 进一步的关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化 我们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未来的20年当中呢 为中国市场提供 1200多架飞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 我们58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呢 一共销售了8000多架飞机 所以100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 从这个货运的角度来说呢 对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 从货运的发展也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也希望呢 利用当前的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呢 能够摆脱疫情的这个冲击 来有一个更大的这个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机会是非常多的 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很好的利用 这样的一个机会 为中国呢提供我们最新的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进一步的参与 更高效的参与到中国的直线航空当中 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飞机呢 它的排放量越来越少 更加的少 而且呢 这个效率呢 更加的高 同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说呢 是很有竞争力的 我相信呢 这也是我们 为呢 中国航空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贡献我们这个力量 进一步呢 提高航空公司的这样一个运营的效率 对于具体的产品来说呢 我相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巴西的飞机呢 在中国的市场飞行 我们也希望呢 同中国建立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合作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 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呢 在中国 推动在中国建设整机组装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并且呢 和中国的和中方合作呢 进行技术的研发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种能源外包的过程当中 对于我们来说 这样的这个行业来说呢 也是具有极大的挑战的 但是其中的机遇呢 也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也非常看好这方面的这个机遇 我们希望呢 积极的参与 谢谢 谢谢你刚才的介绍 那现在回到了你的身上 我知道 你刚才也说到呢 想进一步介绍 我们两国之间 经贸之今后的一个多元化的发展 我相信在这个话题呢 也很多人都提到过 那么在今后的 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工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是否会给我们提出更多的 提供更多的机会 然后让我们更多的 多元化的产品 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当中 这给我们从社会啊 环境的发展来说 带来什么样的优势 巴西出口的多元化 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题 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最第二大进口国 主要进口这个半导体 从各个国家进口 只是巴西呢 在近年来呢 失去了竞争力 我们需要追回我们的竞争力 让我们的出口呢 能够实现多元化 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工作 希望我们的这个新工业化呢 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除了巴西的传统这些产品 大豆 铁矿砂 我们要考虑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出口什么呢 哪些产品 哪些领域 还有巴西的哪几个品牌 在中国市场 该如何的这个推广 不是马上要有成果 但我们想这个市场的这个潜力 还有 比如说我们的食品的这个加工 还有这个饮料 设备 在短期内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成果 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一个成果 比如说 大豆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呢 已经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平 可是现在呢 有很多公司呢 正在探讨如何进入中国市场 我前不久在研究 巴西向中国的这个出口 一年一年的比 每一年呢 增长大概10% 那我们如果在看得更细的话呢 高负价值的这些产品 我们看这个水棒啊 压缩机啊 果汁啊 这个增长呢 高于其他的这个产品 化学产品也在增长 所以我们要看细一点 我们要看巴西的哪些产品呢 有这个竞争力 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呢 还在增长 是一个非常 在很大的一个规模上 继续增长 中产阶级 不断扩大 国家 城市化 改变 消费习惯 给巴西带来很多的商机 所以从这方面呢 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所以从这个背景呢 我们要仔细地看 我们还能够出口什么 已经大量出口的 已经是事实了 可是我们要看 哪些产品呢 我们还没有向中国出口 另外一个呢 我想强调呢 就是PPP政府和企业的这个合作 我在中国 住了三年的时间 我发现呢 很少巴西公司呢 在中国开办公室 或者办事处 我们这边经常说 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 可是很少公司 到中国去了解 中国的情况 与中国建关系 没有多少人了解 中国的这个数字经济 中国的数字经济 与巴西的完全不一样 了解了这个呢 才知道如何的 向中国出口 了解中国消费者的习惯 所以政府和企业这方面的这个合作 能够促进这个出口 特别是 这个食品 饮料 我觉得在中国市场 还有很大的空间 让巴西的产品走进去 我们长期的努力 朝着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扩大 我们向中国的出口 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的成果非常好 可是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中国还会继续增长 不会像过去的 快速的增长 可是这个基础也是庞大的 在一个庞大的基础上增长 草西你也非常 朝着你也非常了解 巴西中国的合作 你说的这第一番话 在中国和巴西的这个 合作的背景上 能源领域 还有还可以说些什么 我觉得我们有两个方向 刚才第一 首先第一个已经提到了 我们中国的企业 在巴西已经数量众多了 而且投资的规模也很大 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我觉得我们还有看到一个 全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就是所谓的能源外包方面 那么中国在今后的几年当中 肯定是全球增长的动力 那么中国都是在这方面 在全球的经济是个主导 但是中国面临几个重要的挑战 首先就是它的工业生产的 碳减排的挑战 此外呢 还有就是绿色生产的相关的 绿色制造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挑战 这也是呢 今后几年当中呢 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因为中国的能源的结构呢 是比较灰色的 是比较碳排放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能源的结构 对于环境的这个压力呢 是比较大的 这个比巴西来比呢要更大 另外就是中国要解决这样的一个 对于中国制造的一个歧视 其实我们现在并不是要更看待 到底在哪里生产 而是要看待这些产业的 它的在地缘政治方面 在环境气候方面等等的一些因素 来选择长址投资的这个地址 第三呢就是像一些重要元器件 重要原料的进口的挑战 在这方面呢 中国和巴西之间呢 是有很好的合作的空间的 那么在这种能源外包方面呢 它首先我们占据了这样的一个 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首先就是一方面呢 它破除了相对一些障碍 同时呢 在 那么特别是现在呢 我们在欧美的这个市场呢 对于中国的这个产品的歧视 特别从能源环境方面的歧视呢 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么巴西作为中国为中国提供能源外包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是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力的 像刚才提到的绿色的钢铁制造啊 以及其他的 纤维素的生产啊 农业的生产啊等等 我们的这个绿色转型呢 都是越来越重要的 那么巴西不仅成为呢 中国全球 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一个部分 同时呢 巴西也可以为中国呢 提供这种绿色的制造 而目前呢 提高绿色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相信在这个方面呢 这首先是一个商业的战略 但是呢 它也是提高我们 竞争力的 针对这种复杂市场的一个很好的战略 刚才提到的这个化肥的问题 中国呢 是巨大的食品 农业产品的进口商 进口方 那么巴西呢 在采购化肥方面呢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生产化肥呢 也非常可以利用呢 这种绿色氢能来进行生产 这也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 这样的一个能源 同时两国的发展呢 也可以通过绿色能源呢 来为我们的海运提供能源的供应 所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之间的都有很多的利益的空间 是可以相互合作的 也希望呢 我们之间能够制定更雄心勃勃的 这样的一个议程 这不已经突破了我们两国之间的 合作的范围 而对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的转型啊 这样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公平的社会 这个国际秩序呢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作为拉美开发银行来说呢 它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的开发银行 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同巴西的有一些国有的开发银行合作呢 正在投资一些 这个能源外包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产厂的建设 特别是呢 吸引更多的企业呢 来巴西进行相关的这种投资 所以我从我们的拉美开发银行来说呢 我们是非常深入的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些项目当中去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合作伙伴与我们呢 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更多的合作伙伴与我们进行深入的合作呢 来发展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为地区和全球的绿色发展的贡献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的企业和社会呢 获得收益 我觉得呢 巴西吸引这个中国投资的行业呢 已出现了一个变化 之前呢可能对巴西的这个投资呢 是处于试探性的 然后国际化的一个这个试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目前来说呢 我们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指数 参考的 体系呢已经改变了 我相信我们不仅有国际的 国家政策的支持 而且我们在企业界呢 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相信我们之间的合作呢 能够走得越来越远 那么下面呢 Edward我想问你的问题呢 就是说在港口方面呢 对于我们今后关系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要来举几个例子 在某些领域呢 我们认为是商机 比如说呢 我的同事呢 Gustav已经说呢 或许未来呢 会在阿蘇港口投资呢 来出口这个铁矿商 巴西在这个采矿呢 是有一个独特的情况 如果我们要说 2050年碳中和的话呢 我们必须说到这个采矿 也必须说到中国市场的合作 我们要如何的这个转型 期货的这个用电或能源的转型 第二个点呢 我们就是这个氢能 我们在阿蘇港 已经开始研究 四兆瓦的一个绿色氢能 在罗拉总统法华的期间呢 我们有与Speak一家公司 进行交流 我们现在就在进行交流 关于这个新能源的内容 进行交流 这个交流内容包括轻能 另外一个交流的内容呢 就是海上风能 因为巴西有这个自然条件 三段 巴西有三段 是能够开发海上风能 其中的一段呢 是在阿蘇港的那一段 所以就说在科技方面呢 还有两国的合作和投资呢 就有几个例子 能够开发的 第三个例子 就是化肥 化肥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化肥厂 在我们的工业区里 我们试图利用他们这个天然气 我们相信这个天然气呢 还有十年的这个机会 十年的商机 在未来十年呢 还是有竞争力的 巴西的这个服务工业发展部呢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到时候呢 我们会转型到其他的这些能源 中巴合作扩展 我可以说航运 航海线 我们与中国已经建立多个航海线 多个港口 现在呢 也有正在建绿色通道 或者是绿色航线 也就是说 船舶用的这些燃料呢 它是第一排放的 在每一个港口提供的这个燃料呢 它已经在进行这个绿色转型的计划 这个两国都已经在进行了 特别好 你刚才说 公司会出新的产品 在中巴合作会有新产品 你来说一下 我从Joshi说的那番话来继续说 还有之前我说的那一番话 淡水河谷公司是巴西新工业化的一个龙头公司 引领公司 但水河谷公司对巴西的这个经济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公司的创新 我们的规模 还有我们的这些能源消耗 我们肯定会引领这个轻能的需求 这一定会吸引投资 也会促进巴西的这些转型 因为我们是能源消耗大的大型公司 如乔治说的 这个轻能的价格呢 必须有竞争力 淡水河谷公司已经承诺 会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从另一方面说 客户这一端 淡水河公司是全球唯一的一家公司 设定了降低碳排放的一家公司 在这个三号领域 三号范围呢 直到2035年呢 降台排 降减排 在我们的整个下流呢 都要减排 下游呢 就是 钢铁厂 三号范围就是钢铁厂 而我们已经承诺 设定了目标 如果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目标呢 是整个新西兰的一个减台目标 那我们说到中国 中国是我们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 我们出口量的60%是向中国市场出口 中国的钢产量 是全球的 全球55%的钢产量 是一个重量级的一个国家 而且排放呢 也不小 钢铁业的这个排放 不能够忽视 那我们的创新呢 如何能够推动这个转型 帮助中国去探 通过我们的产品 通过我们创新的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小砖产品 在我们的看法 未来几年到30年 中国将改调整这个钢生产的流程 钢生产的工艺 现在目前呢 是用这个高炉 高炉 非常耗能 用很多的碳 不清洁的能源 通过我们这个新产品 还有与我们开展这些合作 中国的生产能 能够采取另外一个工艺 来生产 这个钢铁 就可以用天然气生产 一吨 用这个传统的工艺 会排放两吨的二氧化碳 新的这个工艺呢 是一半 碳排放会降到一半 效率比较高 去碳的这个效率呢 挺高的 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 还能够进一步上架 而且当有这个氢能 上市场的时候 有可能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这个是淡水和国公司 能够做出的贡献 向中国做出的贡献 而且呢 巴西的这个绿色氢呢 或许也能够向中国出口 我认为呢 巴西 中国呢 不仅是在生产这种新型的钢铁当中呢 包括对于整个这个 所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当中呢 扮演这种重要的角色 为了你看到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不多了 想请你呢 就你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再做一些评论 包括市场的发展啊 还有绿色经济的发展呢 我觉得这里面呢 我最后一个说呢 很多人都说过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共同点 所以我也很开心的看到呢 刚才我们的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呢 我们在企业当中呢 有很多的可以跟咱们政府进行合作的 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其实我们在正式成立之前呢 就已经存在了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为了巴西呢 提供了很多的重要的航空的知识 和这样的一些技术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创新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 我们企业的血液当中的 所以也一直是指导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针 那么在整个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对于我们整个全球航空工业的一个重要的挑战 这并不存在一个普世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企业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2050年的时候呢 实现氮碳中和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希望提出一些全新的解决的方案 其中呢 我们也正在进行一些 生物燃料供应的这样的一些 使用生物燃料的这样的一些 航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相信这只凭借一个生产企业 或者一家这个航空公司的努力呢 也不能实现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航空公司呢 提供这种经济上的可行性 其另外呢 还有 我们就是要改革整体的 能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使用能源的理念 也比如说呢 像刚才提到的这种 绿色氢能啊等等 控制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像我们已经正在推出的 电动的所谓飞行汽车的 这样的一些产品 正在进行测试 也我们也新开发了一个企业 它使用的 百分之百供电的一些小型的飞机 它可以实现 1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巡航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的 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同中国开展 进一步的合作 我相信 对于这一个环节的交流 进行总结的话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的挑战 总体来说呢 我们挑战是巨大的 但是呢企业呢 他们对这个形式非常的了解 而且非常愿意呢 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也希望呢 对这样的一个未来呢 也是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 金马投资关系 谢谢 给大家看 我说宝贝 我是李宗勇的 我说宝贝